另一檔案,我是Mike 上世紀七八十年代的美國紐約被五大黑幫所控制 偷壓拐騙黃賭毒每天都會發生 當時曾經試過一個月就有187家銀行遇到搶劫 那時候的紐約就是法外之地 這些黑幫組織有完整的結構 最上面的是腦帶,腦帶下面是二把手 接著是拾呼掌,最後是士兵 一般犯罪活動的指令都是由上至下傳達 最後由士兵執行 這樣的多層結構令犯罪活動很難跟老大斜上關係 這樣亦都令FBI束手無策 最多就拉幾個士兵坐牢 對黑幫根本就產生不到實質的影響 當時的紐約政府施政無方 大家都不相信執法機關可以對付得到黑幫 紐約實際上已經被黑幫統治 美國司法部一直想解決這個問題 但FBI根本找不到處理的方法 但實際上賭破黑幫的方案早就已經有了 反詐騙及貪污集團犯罪法 這一條是由康內爾大學教授羅伯德 和一眾的法學專家為打擊黑幫在1970年起草的法案 所以實際上FBI手上一直掌握著這個法律 但他們就不懂怎樣去用 1973年3月FBI召集一眾的骨幹 去到康內爾大學參加為期一周的研討會 在去之前大家並沒有覺得這個研討會有什麼特別 甚至都不是很想去 但正正是這個會議 為日後FBI執法打開了新的思路 也為整個紐約命運的改變埋下腹筆 在反詐騙及貪污集團犯罪法出現之前 執法部門只可以拉那些去執行任務的黑幫成員 而無法將罪行和黑幫老大掛勾 但是有了這個法律之後 只要可以證明這個執行任務的成員 是屬於某一個黑幫組織 他的命令是由老大一層層下達 途經的所有人都算是同火 所以現在就可以同時起訴這班集體犯罪的人 這樣的話就可以將這個黑幫日望打盡 1980年7月FBI紐約分局開始制定策略 準備倒破紐約的五大黑幫 他們調集貪員分為五個黑幫家族專案組 黑幫有自己的規矩 在組織裏背叛就意味著無命 所以沒有黑幫成員會願意出庭作證 不過在法庭上 最有用的證人其實是罪犯自己 FBI決定從竊聽開始 他們希望可以截取到黑幫老大親口說出 他們參與到有關犯罪活動 FBI首先從紐約勢力最大的甘比諾家族開始 他們有21個實副長 300多個士兵 近千個合夥人 甘比諾家族的老大是保羅 據問他手上有20多條人命 FBI的目標是在保羅的家裡裝上竊聽器 但是他們不可以在沒有法律許可的情況下安裝 所以他們先要從保羅身邊的人開始 希望可以拿到證明他參與了有關犯罪活動的證據 這樣法院才會批准竊聽器的安裝 FBI從線印度得知 家族裡最口疏的是士兵魯吉羅 魯吉羅食量大,口氣也大 把口永遠都停不到 要麼就在這裡吃,要麼就在這裡說 這樣就由他開始 由於魯吉羅涉及販毒 FBI向司法部申請了許可 在魯吉羅家裡安裝竊聽器 FBI發現魯吉羅家裡經常有人 他和隔壁屋關係也很好 很難可以潛入他那裡安裝竊聽器 但他們了解到 魯吉羅家裡的電話線經常出問題 於是 FBI和電話公司溝通好 弄壞了他家裡的電話線 並派出黃牌探員 扮成電話公司員工去幫他修理 並成功裝上竊聽器 在幾個月的監聽跟蹤過程中 FBI完全了解魯吉羅的行蹤 發現他經常會去老大保羅家拜訪 每一次拜訪完回到自己家後 其他黑幫成員就會去到他那裡開會 魯吉羅再告訴大家 老大有什麼吩咐 那就證明了 老大保羅在自己家裡 和旗下的黑幫成員會面 商議如何從事違法活動 有了這個證據 FBI拿到了在保羅家裡 安裝竊聽器的法律許可 但是想要潛入他和豪宅 安裝竊聽器幾乎是沒有可能 家裡時時刻刻都有人 保羅家有住當時最先進的有線電視 而且就放在他平時 和黑幫成員開會聊天的廚房 吃飯桌旁邊 FBI開始干擾保羅家裡的電視訊號 直到他找電信公司上門解決 這一次 王牌探員發身為電視機技術員 有趣的事情是 在整電視的過程中 探員叫黑幫老大保羅 拿著電筒幫手照著電視 他就這樣當著保羅的面 裝上了蝕聽器 成功在甘比諾家族的老大保羅家裡 裝飾聽器之後 他們開始監聽他所有對話 並逐漸了解這個合謀 只是可惜 FBI一直沒有監聽到保羅 直接涉案的說話 FBI發現 保羅和家裡的女傭哥利亞有事情 探員奧布羅因切法認識了女傭 從中套話獲取了不少有用的信息 探員決定玩心理戰 嘗試去激怒保羅 逢年過節 他就寄一張賀卡去保羅家裡 令保羅很生氣 女傭承認自己和奧布羅因有私情 身邊的保鏢 慫恿保羅解決了奧布羅因 其實作為一個黑幫老大 平時保羅只要抬一下眉頭 身邊的人就已經心領神會 他根本就不會說出 喊手下的人去解決誰這種說話 面對保鏢的慫恿 保羅只是說 不用了 這樣會為家族帶來更大的麻煩 你們小心做事就行 那一個也只是他的工作 想不到堂堂一個黑幫老大 竟然為自己辯護 探員奧布羅因聽了很感動 然後加倍努力做事 爭取早日將保羅繩之於法 在FBI持續的監聽中 也慢慢收集到 越來越多可以起訴他的證據 他們發現 甘比諾家族不單止是綁架勒索 放高利泰開非法賭場 甚至還操控了當地的多個工會 在美國 掌握了工會 就等於掌握了話語權 可倫布家族 重視傳統的黑幫行業 例如放高利泰 非法賭博 跨州搶劫貨車 必要的情況下買兇殺人 哥倫布家族而把手 每一個星期五都會和黑幫成員聚在一個意大利餐廳 在一個晚上 FBI潛入餐廳 在他們平時吃飯的桌底裝上洩定器 FBI發現 哥倫布家族高層來吃飯開會的時候 總是有一個叫拉夫斯的成員出現 他在黑幫裡面的等級只是士兵 但是每一次開會 談到建築業務的時候 他都會在場 他是水泥和建築工會會長 為家族賺了很多錢 掌握了水泥和建築工會 就等於掌握了整個建築行業 只要他們發起罷工 建築商就無法正常工作 FBI知道他是破案的關鍵 拉夫斯有一個特點 平時談生意不會選擇在辦公室 而在自己的車裡 偷偷裝上洩定器之後 FBI錄到很多拉夫斯威脅建築公司 承包商等的證據 他會提醒對方 如果不按照他的要求去做 就會有生命危險 迫於威脅 絕大部分的公司都會花錢少債 而小部分敢於反抗的 往往就會出現在第二天報紙的頭版頭條 盧哲斯克邦家族的老大 叫安東尼科拉諾 綽號神隱托尼 神隱托尼以前是盧哲斯克邦家族的士兵 一步步爬到了今天腦袋的位置 他為人低調 不穿名牌 不搞牌場 FBI通過線人的情報 鎖定了盧哲斯家族的士兵薩爾作為突破口 薩爾為盧哲斯家族 打理他們所掌控的垃圾回收業務 另外他還是神隱托尼的司機和心腹 所以在車上神隱托尼肯定會討論到一些重要的事 FBI找來一架相同的車 研究在哪裡安裝涉聽器最好 並不斷地練習以縮短安裝時間 一天晚上在薩爾去參加活動時 FBI為他的車裝上涉聽器 接收汽車的涉聽器訊號 跟接收家或餐廳的非常不一樣 一定要緊緊跟著被涉聽的汽車 FBI主要的接收裝置、錄音器材、監控器等設備 都放在一架客貨車裡面 這樣的車比較顯眼 而黑幫成員開車時都非常警惕 時時刻刻會看倒後鏡 他們一時加快車足 一時走到蝸牛那麼慢 甚至直接是衝紅燈 以檢驗自己有沒有被跟蹤 FBI每一次都派出好幾架不同牌子、型號、款式的車 每架車都裝上一種叫中計器的設備 中計器可以接收到涉聽器發過來的訊號 然後將這個訊號增強 傳到客貨車的接收裝置 有一次薩爾去度假回來之後 發現車開不動 涉聽器靠汽車的電池運作 結果這架車太耐無憂 電量耗盡 薩爾打給車廠 要他們立刻派人把車拖走收利 雖然可以在這架車送到車廠之後 跟車廠溝通 但是FBI不想截外生肢 他們叫一位警察在路上把拖車攔截 幸好這架車駕駛員的駕駛執照已經被吊銷 於是警察將他拉來拖車 壓到警車前問話 而其中一個FBI技術員趁這個機會把涉聽器拆下來 幾天之後 薩爾拿回車出去吃飯的時候 FBI趁機再把涉聽器裝上去 盧薩斯家族壟斷了整個垃圾回收行業 並控制著行業的工會協會 甚至連行業標準都由他們來制定 慢慢地 FBI在涉聽過程中 也收集到越來越多有用的證據 FBI成功收集到三大黑幫家族的犯罪證據 但是五大家族裡的 吉諾維斯家族才是最關鍵的部分 他們是全美規模最龐大的黑幫家族 要倒破整個黑幫組織 就要先拿下綽號 培託的托尼薩萊諾 FBI在監視培託的過程中發現 他每一個星期一都會去位於曼哈頓 115街區的柏爾瑪男子俱樂部 然後星期四早上離開 FBI從情報處得知 培託同時和幾個工會的高層見面 商量怎樣去經營賭場 怎樣去賄賂高官 FBI設法在俱樂部安裝了涉聽器 1984年12月12日 專案組迎來了重大的突破 他們拍到盧哲斯家族的老大神隱托尼 走入俱樂部 和吉諾維斯家族的老大肥托會面 說明黑幫之間的相互聯繫 比想像中更加密切 在視聽的對話裏面 兩位黑幫老大親口說到一個 之前線人一直都提到過的關鍵詞 根據情報 理事會是黑幫組織的最高權力機構 在深入的調查中 FBI發現這個理事會 由紐約五大黑幫家族的老大組成 各自壟斷不同的行業 為了賺錢相互合作 同時他們也制定規則 解決幫派之間的紛爭 解決不到紛爭的時候 就解決引起紛爭的人 發現黑幫理事會的存在是一大突破 因為這樣就說明了五大黑幫家族的老大是同謀 FBI也決定將主要的精力放在理事會的調查上 綜合目前所有的調查信息 發現理事會的手幾乎是觸及到萬哈頓的每一項重大建築工程 任何超過兩百萬美元的項目都只能夠和黑幫選定的幾家公司合作 而且黑幫會從每一項的工程抽取百分之二的利益 當時美國經濟起飛 很多時候隨便一個項目就可以為黑幫賺到千萬美元 而同一時間萬哈頓有整八個建築項目在同時進行 雖然FBI的調查有了重大突破 但是目前的這些證據還不足夠去打贏官司 要以反詐騙及貪污集團犯罪法去起訴他們 就必須將黑幫理事會和其暗中進行的犯罪活動連在一起 為了證明這些黑幫危害一方 FBI需要找到更加吸引外界主義力的證據 證明理事會曾經下令行兇 六年前的1979年7月12日 博南諾家族的老大卡門 在布魯克林的僑和瑪麗餐廳吃飯的時候 被五名黑幫男子亂槍打死 根據線人的情報 卡門平時為人招搖行事高調 極力想成為美國黑幫的大佬之首 他過於激進的行為激怒了其他老大 另外四個家族一致同意將他解決 其中一個槍手是博南諾家族的士兵安東尼 在他完成任務之後沒多久 就被稱為實副長 案發之後 警方很快找到了狀態人逃走用的車 但提取相關的指紋後發現 和安東尼的指紋不吻合 案情就再也沒有進展過 FBI決定重新徹查所有證物 他們找到當年的車門把手 發現上面雖然是沒有指紋 但是有掌紋 警方的資料庫裡沒有安東尼的掌紋 通過情報 他們得知安東尼會和女朋友 在某一天去診所覆診 FBI當場逮捕了她並提取掌紋 最終確定她就是其中一個槍手 現在找到了證明安東尼是槍手的關鍵證據 接下來就要證明這個是由理事會下達的命令 剛好的是 案發當日 一間叫雷敏尼特的俱樂部 有閉路電視 拍到安東尼和幾個人在俱樂部相互激象擁抱 安東尼是博南諾家族的成員 自己的老大遇害 他反而在外面慶祝 而向安東尼表示慶賀的是金比諾家族的疑霸手 1984年5月15日FBI接到線報 黑幫理事會所有大佬要一起開會 這樣的事很少發生 而且每一次開會他們都極為小心 開會前一旦發現有任何可疑的車輛 或者不妥的地方 他們就立刻取消會議 會議在當日下午1點開始 提前過去很容易就打草驚蛇 FBI決定反其道而行 2點才出發 他們只要可以拍到黑幫老大離開的畫面就可以了 各大家族的成員紛紛從屋裡出來 之前證明理事會的存在 和他們犯罪的錄音證據有了 證明他們曾經下令行空的證據有了 這一次可以證明到五大黑幫家族緊密聯繫 一起開會的照片也都有了 1985年2月24日 FBI掌握了足夠的證據 他們定於第二天的2月25日一組 去逮捕所有的黑幫老大 不過最緊迫的問題突然來了 NBC電視台線人打來電話 說他們已經知道FBI會在第二天進行逮捕 NBC會在晚間新聞播出這個消息 來電當時已經是傍晚的六點 留給FBI的時間不多 他們立即決定馬上抓人 以防黑幫老大逃走 所有黑幫老大同時被帶走 他們將面臨起訴 執法單位說 這個也是有史以來針對有組織犯罪最為重要的訴訟案件 之後黑幫老大都被允許保釋候審 1985年12月16日傍晚5時30分 保羅去到曼哈頓中城的一家餐廳開會 下車時 事先埋伏在附近的魯吉羅等三名槍手開槍 保羅當場遇害 金比諾家族的規矩是 不可以做毒品生意 而魯吉羅和約翰知道他們被FBI監聽之後 擔心自己偷偷販毒的事 會被老大保羅在庭審期間聽到錄音而發現 違反了黑幫家族規矩的結果只有一個 魯吉羅和約翰決定先下守衛強 將老大解決 保羅的遇害為FBI和檢方帶來不少壓力 整個美國都在關注這個案件 根據美國憲法 陪審團需要達成一致裁決 檢方必須要說服全體12個陪審員 而辯方只要能夠說服其中的一兩位陪審員 就等於贏了這個官司 經過漫長的審訊 陪審員離職進行審議程序 討論應該怎樣去裁決 一日的時間過去了 兩日三日四日的時間過去了 依然是沒有結果 時間拖得越來 被告被判無罪的可能性就絕大 檢控官甚至都要準備寫有罪和無罪兩份新聞稿 在審議進入第五日 陪審團終於有了結果 整個紐約的人都圍到了法院周圍 陪審團回到座位 陪審團團長站起來 宣布 宣布 罪名成立